最近两天有点热 雪峰在院子里弄了一个超大泳池 给家里的这些小动物们洗澡游泳 结果小黑在游玩以后 再次出现了怪异的情况 一二三 哇 让小黑也下去吧 小黑估计不行 你看小黑在上面 就害怕他跑 他一看水就跑 就把他放到这个上面了 还没下来 他就先开始了 你看 你看 哈哈哈哈那几个掌 哈哈哈哈 小黑怕水 小黑 当这个 不用一会一会一会 哎哎哎哎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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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学人家布丁 开人家布丁多少呀 一二走去啊 哎嘿嘿 来 前行去吧 哎呦 突然发现 喜洋洋不见了 听到厨房有动静 你怎么进来不倒了 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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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俩洗洋洋进去了 你看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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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加油布丁加油加油 太笨了这布丁太笨了 哎哎哎哎哎你看没人去滑进去了哈哈哈 哈哈 行行在这儿乖哦 一会儿让你来洗啊 先把一会儿让布丁出来再洗啊 别两个人进去打架 先吃点盐 吃点盐 过来行行吃盐喽 来吃点盐 布丁给你冲个烂 你好 你好 这可是个体力活呀 哎 大姐 哎呦 这饭子唱着都可知道的 这在一天进一家 看了个游泳茶 给这几个毛孩子们洗澡游泳呢 哎呀 你要拿啥东西 我买点吃的以后咱做一下 忘记跟你说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去看冰箱都已经塞满了 是吧 又换冰箱了 之前那个冰箱太小了 稍微多买点东西就放不下 尤其夏天 很多食材不放冰箱就坏掉了 前两天 我趁着孩儿已经换新 就把之前旧的换了 这个挺好 你这边吃个本已经做好了 但是如果做好了时候 你冰箱还能放得下 到时候我会把冰箱 内陷在厨柜里面 厨柜深度做到600毫米 这个哈尔巨能冻 超薄零钱冰箱 我还研究了 深度只有594毫米 把墙面垂直不平的 3毫米误差 和厨柜安装的 1毫米误差 都考虑到了 并且冰箱装进去 含牛拉跟墙之间 共振遭印安全间隙 两毫米 真正做到了 专业超薄零钱 这还不错 这有点就这么几天 到时候散热怎么办 底部散热的 这个还挺放心 而且一看冰箱打开 门也很滋滑 这个冷冻空间还挺大的 嗯 而且姐 这个冰箱还有个厉害的地方 它是大冷冻小冷藏 咱家平时爱同东西 尤其到过年的时候 冷冻老是不够放的 这冰箱可让我找着了 它里面是6比4 大冷冻小冷藏的设计 冷冻区空间比较大 可以分开储存 大量冷冻食材 像我们小院里 经常聊朋友 所以食材必须准备充足 这边冷藏区 配备EPP超镇系统 剩饭剩菜 这部晚放里面 也不会涮味 我最喜欢的是 它这个足养干涉分储功能 像这些干果 水果和蔬菜 都有自己的储存环境 你看这些已经放了好几天了 还跟刚买的一样新鲜 你看这些干果 已经放了半年多了 一点都没反常 嗯 真不错 回去我也把我家那台 就比上去换了去 洗澡去 不洗澡太臭了你 你个澡跟 跟让你干什么一样 跟让你上考场一样 洗澡去 上 进 进 进 哎哎哎哎 看看布丁 哈哈哈 刚学会怎么这么 哈哈哈 来 进 进 哎哎哎哎 进 进 进去 加油洗澡啊 进去 你看布丁 好 进去进去 洗碗洗碗 哎呀 不行不行 你不洗咋呀 别给他洗啊 还是我进那个油 给他洗 回来回来 来这里边洗 哎呦 我这一天天的 走吧 走走走走走走走 洗洋洋每次洗澡 必须单肩伺候 转眼发现 小黑又一会没见了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就成这样了 这到底什么情况呀 我吃了 我看不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